這個是民眾收的 收到的查詢單 那它的回寒信封上面就有一個小數字 對 那目前我看到是兩萬多 那我們也有看到21730對不對 對 然後其實每一封的回寮上面都有這個編號在 這個編號它代表到底是 它目前已經寄了兩萬多份 還是這個編號代表是它造冊的號碼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基隆發言人 你知道這上面是什麼嗎 我不知道 應該就是單純的編號吧 但是絕對沒有兩萬五千份 他們現在國民黨故意把它弄成事 要站就站 這是民進黨幕後說實了 李燕榮坐我旁邊這一位 其實在罷免一開始 就透過臉書訊來跟我聯絡過 那時候是因為他們 行單影支沒有任何的資源該怎麼辦 但是我那時候沒有出面幫他們 現在都這些整個過程 都在我們兩個人的臉書訊息裡面 那時候我就是不想讓人家說 你們就挺民進黨 所以是你們在說 我連這個我當時都選擇了 不站出來跟他們站在一起 你們繼續這樣搞 搞到後來 搞不好連我之魚都跳到基隆去 然後強制 強力的宣傳 一定要把你這個基隆市場 給罷掉 我就把那個門檻拉到 你只要有超過一份 我就請這邊的所有人 喝星星巴克的飲料 我覺得你現在的功力 真的是大增 就我一萬份就好了 不要什麼兩萬五千份 就我超過一萬份 最後如果有結果出來的話 我就請客 你請定了 我其實就是想請大家喝一杯 禮拜一 他們其實國民黨最喜歡就是讚 就是不好意思 其實可能不小心地圖炮就打到 包含可能像我們的立委 就是他昨天也是講說 就是他要準備賞 就是這些罷免方的巴掌 你說是林佩祥 對 我們的林佩祥委員 說要賞罷免的人巴掌 對 就是他就直接說 他要看市場 就每一個都在那邊下斬鐵 那像連勝委那邊講說 沒有聽過一個 因為購物中心要罷免的嗎 那我們就要麻煩他這個去看 翻一下前面新聞 到底發生什麼事 原因一直都不是說什麼 就是這個購物中心 到底輸一聲 他不是蓋一個購物中心 也不是拆一個購物中心 而是強制進入一個購物中心 重點就是他已經變成 對 他已經變成被告這件事情 那這個他連勝委 就應該要先去了解一下 他的脈絡是什麼 不是就簡單一句要拋出來 然後好像就可以告訴 基隆的市民朋友說什麼 今天罷免沒有正當性 那也包含這頓子 不管是招少康 馬英九 這麼多人來 那當然後面據說還有盧秀燕 盧秀燕也是我基隆女中的學姐 那身為基隆人 我相信他也看得出來 基隆這幾十年的改變 到底是什麼樣子 如果他到了基隆 還是要這樣持續的 像其他國民黨黨員 要睜眼說瞎話 那社會還有學妹 我也是沒辦法 對啊 那請教 就是市長在發政策筆記本 顯然他現在要用打選舉的那一套 來跟你們就是強碰對不對 你可以 而且我據說 因為他那個查詢單對不對 查詢單的部分 他上面到底有沒有真的標那個號碼 我本來以為說是不是那個 因為有的可能郵局 或者是什麼郵遞區號 下下下下下 他那個編的預算是兩萬五千多份嘛 然後有人回報說他上面真的有編號碼是不是 對 這個是民眾收到的查詢單 那他的回韓信封上面就有一個小數字 對 那目前有看到是兩萬多 那我們也有看到 21730對不對 對 然後其實每一封的回郵上面都有這個編號在 這個編號他代表的到底是他目前已經記了兩萬多份 還是這個編號代表的是他造冊的號碼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基隆發言人 你知道這上面是什麼嗎 我不知道 應該就是單純的編號吧 但是絕對沒有兩萬五千份 因為兩萬五千份 你現在還可以講絕對沒有 我相信因為還沒有結果 結果還不知道 目前知道絕對不可能是直接記出 有沒有記出兩萬 這是未知數 學合會為什麼不就這個直接講 講清楚 也減少外界對他的疑慮 我也希望他講清楚 但這個東西就是尊重 因為希望基隆市的議員 可以去要求說票據的單據 可以去回推說到底基隆做飯 至少他們如果不說的話 有些東西也可以用行政的手法 去質詢的方式去回推出來的 因為基本上 差量的這些志工朋友 其實你們有一度是收工了嘛 收拼了嘛 現在還在中出工 就是要幫忙 就是有一些人是不是一直來詢問 有關於查詢 那我到底要怎麼回 對 其實我們收到最多問題 就是被問說 如果今天連署人 他剛好不在戶籍地的話 應該要怎麼辦 那其實我們前面就也都有一直提到 就是基隆的市民整體結構 其實有很多人是在雙倍上班 或是連署的 所以早上記得購號信他們是會收不到 那下班回到基隆 其實郵局也都關門了 他們就是注定就是收不到這個購號信 那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就會想說 那我應該要怎麼辦去做這個回覆 所以雖然說我們一直想要鼓勵 基隆市民朋友去 盡他們能做的事情 就是如果他們能夠回覆的話 當然是回覆 那沒辦法回覆的話 那我們當然也是先尊重 所以我們也是一直在強調關於 如果今天沒有回覆 就把它剔除這件事情是超級無敵不合理的 對 對啊 所以你們的 跟 就是說跟你們的這一些 基隆市民朋友的溝通是 希望他們交戰是怎麼樣 回 盡量要回嗎 一定要回 不然你不回就踢掉啦 因為其實一部分是我們沒辦法肯定 最後基隆選委會 到底會不會因為不回覆 就把這個剔除 因為最後審核的 這個責任也是在他們手上 那也只有他們有權利可以決定 這一張到底合不合格 那一部分其實是 如果我們今天不回覆的話 我都可以推敲說 國民黨後面的劇本是什麼 你看他們都沒有回覆 他們是假人 對啊 就是我都可以幫國民黨回應說 如果今天回覆太多 回覆太少 他們分別應對措施是什麼 你都沒有遇過那種情書寄出去 都沒有再回來的嗎 因為基隆市政府有前科 因為所有留言他都說機器人 對啊 因為他沒有把它視為是真人 所以那個連署的確有可能 用同一個招數 機器人 機器人寫的 對 然後包含 雖然說我們至今仍然不確定 地方選委會到底寄出了多少 可是今天有拿到那個連署單的 其實就只有我們罷免方 跟基隆地方選委會 合理情況下 當然是合理情況下 有沒有外流我當然也不知道 那在這種情況下 基隆選委會一定很清楚知道 今天這四萬三千份就是真正切切的 基隆市民 絕對不是什麼死人連署 或是有什麼抄寫名測的問題 那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這一段時間還可以利用 這種行政干預的手段 要去阻止第二階段的通過 其實我認為他們沒有想到一個後果 是這四萬三千 為基隆市民其實是會反彈的 當然我們也遇到很多市民就說 我明明我就是手指 他有可能是短期內過得了 現在罷良這一關 那他2026他不要選了嘛 對 對不對 那其實都會有一些後座用力 對 而且當然我們也做好一個 最後的打算是可能要進入司法程序 那我們也有一定的信心 是如果到時候那個連署單一攤開來看 絕對會是我們可以有很大的贏面的 對啊 那瑞德哥 其實就是說就法論法 那當然基隆他們會想了很多 看要怎麼解套的一個方法 那還有一個部分 這個大面的 你要看比例池車這麼小 這看板這麼大對不對 這上面他們就說反惡霸挺善良 掛在這邊 那後來陸陸續續發現 他有個問題在 罷免法也必須要署名說 這是誰掛的嘛 然後所以我看到是 這個是林志群律師丟出來的 可是張之豪議員他也有po了一個文 他說抓抓抓 這怎麼沒有署名 那沒有署名的話 他其實基隆市政府照道理來講 他應該是要把它拿下來的嘛 因為你不是合法的 事實上我覺得基隆市政府 包括謝國良 謝國良市長為什麼今天會在 那個基隆火車站那個地方 發那個小本子 請問他在什麼時候做過相同的 這個等於說動作 我旁邊的李家凱都不知道 我知道 因為我有在注意 為什麼 他在2022年選基隆市長的競選期間 做過這個動作 他到處去發 你知道嗎 到處派一個包包有沒有 到處去發東西 宣傳品等等 現在迫使他必須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當然我不知道他到底做了多久 發了多少 但是只有一個解釋 表示他心裡會怕 我跟你說 他對罷免確實會怕 否則他為什麼過去這段時間 當選基隆市長 要為什麼不天天出來發 就表示他當選了嘛 他不怕嘛 那除此之外 這個也就是這個相關的 這個相關的看板 看板 當然王玉川 王玉川他們還有幾個 當然開玩笑說 講萬安的臉比較黑 所以謝國良 美姬 謝國良 真的比較黑 對 謝國良被美姬了 這個下巴不太正常 然後謝國良被美姬了 他是不是兩個人不是一起的 可是把他們兩個人做 合在一起 對 後續合成 告訴各位 就這一張的這個 舊法研法 為什麼這樣講 各位 選舉罷免法第50條規定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 或於公職人員 包括選舉跟罷免活動期間 不得從事任何競選與罷免 宣傳有關之活動 所以這一張 不能是基隆市政府 跟基隆市選委會的任何人 都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現在是在罷免期間 你都不行 好 那他們現在一定會有一個說詞 這個人不是啦 不是市長 不是基隆市政府 這是什麼 熱心人士 有可能是散心人士對不對 好 根據選罷法的規定 就是剛剛大家講的 我現在就給他研法 政黨或任何人以文字圖畫 或是任何的競選 罷免的宣傳品 應該親自簽名 並且 這些海報宣傳品 都必須要做名出處 請問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做名出處 有沒有 沒有 看不出來 也是相傳的 也就是 這是一個不合格 非法的相關的看板 那麼至於弄上去了以後會怎樣 大家看著辦 那我想起什麼 我覺得基隆市政府 你們做了一個蠢事 你知道那個那時候 2020年的時候 我不是到這個 霸函 高雄有霸函四君子 然後我特別自己自費 然後跑到這個 坐高鐵到那邊去聲援 三三造勢 印象中非常深刻 萬人造勢在那個 那個魏武營的廣場 上萬人造勢的那個廣場 我坐在 弄在椅子上面 然後拿起個麥克風 然後就這樣子 演講了好幾分鐘這樣子 你們正在逼這些基隆市民 跟你們站在對立面 這個是什麼時候 這個是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時候Net強災世界 我們開始在討論的時候 在Net的對面附近 就有這個看板 還記得嗎 有 一開始這個看板誰做的 不知道 你知道嗎 一開始不知道 這個看板是誰做的 後來就加了一個 基隆市政府嘛 對吧 基隆市政府 說基隆市政府廣告等等嘛 一開始也不知道是誰做的等等嘛 後來才加了基隆市政府廣告等等 你們正在逼基隆市民 正在你的對立面 至於剛剛 剛剛講到這個有關於什麼 我跟你說一件 他做這個動作 我覺得剛剛佳蓋說 不會是兩萬五千份 我覺得可能性很大 因為可能超過兩萬五千零一份 可能少低於兩萬 兩萬四千九百九十九份 用這種方式 他就只要行錯一個辦法 他就是要回收回來的 不到三萬零七百多份 讓你沒有辦法投票 我說坦白就是這樣 為什麼 不是 我們那個禮拜一的飲料 是不是換一下 加愷 我們來賭 我們來賭那個份數 有沒有兩萬五千份 那落差在多少時候 你要請 有問題 反正都請 都請 請什麼都請 條件什麼都可以 各位 就是沒有兩萬五千塊 你越這樣搞的結果 你越這樣搞 你雙掛號繼續給老百姓 給連署書說雙掛號 然後呢 你回函是用平信的郵票 平信郵票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弄一攤 回來的時候是不是一攤一攤 對 我怎麼知道 他們寄的東西 真的拿到你基隆市巡迴會 沒有 沒有像雙掛號一樣有憑證 你知道嗎 沒有怎麼做 他們做 我說真的沒關係 你做你這樣做 最後除了這個等於說 罷免方他們提出相關的訴訟之外 最後真正決定是 主管單位是中選會 不是基隆市選委會 你怎麼撥對不對 你怎麼後來我們這樣撥 那都是你們家的事情 最後中選會決定了 最後有一件事 我想在這裡講清楚 他們現在國民黨 故意把它弄成事 要讚就讚 這是民進黨幕後說實的 我旁邊這個李彥� 還真是不小心 變成民進黨的一個主任 對不對 結果後來發現 那個年紀不對 然後名字也不對對不對 那個是律師 那個是戴眼鏡的 我告訴大家一個密心好了 事實上為了避免 就是避免他們有機可循 然後有故意去把他們 把這個跟民進黨什麼東西 弄到李彥榮做我旁邊這一位 其實在罷免一開始 就透過臉書訊材跟我聯絡過 那時候是因為他們 行單引資沒有任何的資源 該怎麼辦 但是我那時候沒有出面幫他們 現在都這些整個過程 都在我們兩個人的臉書訊息裡面 那時候我就是不想讓人家說 你們就挺民進黨 所以是你們在說 我連這個 我當時都選擇了 不站出來跟他們站在一起 讓他們自己用自己公民的力量去弄 不過恭喜謝國良 也恭喜謝國良的基隆是這種 你又嫁成這樣 無 無到買了 為了賣送 就像當年2020年的時候 賣送給那個國民黨 韓國瑜在高雄是亂搞 你們繼續這樣搞 搞到後來 搞不好連我之宜都跳到基隆去 然後強制 強力的宣傳 一定要把你這個基隆市場給罷掉 剛剛連勝文說什麼 為了一個購物中心要罷免 要站便來站對不對 那他說這個林佩祥說 被趕上巴掌 那再加上呢 這幾天其實我覺得那個 拆糧志工他們有很大的壓力 是因為他們被肉搜 這個一個是Kevin 還有Joshi 還有這個是暗月之鏡 已經三張囉 那包括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說內容農場 在幫忙謝國良 他說你看小愛市長 小愛爸爸 他小朋友出生就怎麼樣怎麼樣 各式各樣的內容農場都出來了 怎麼會大家寫的字都一模一樣 對 就是其實這一段時間 臉書專業很多人都有被打到這個廣告 其實我自己也有 就是我自己粉專有跳 我自己個人的 就是點開臉書也有看到 對 也有跳出這個推薦獎 那他就是每一篇都長得一樣 配圖也一樣 然後就是其實這個還蠻熟悉的字眼 就是當初謝國良在選市長的時候 使用的策略嘛 就是打親情牌 然後打說他是一個愛小孩的爸爸 然後開始就說 就是要怎麼協助女兒啊 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遇到什麼狀況啊 那其實這部分很有趣喔 就是這些內容農場 全部他的管理人的所在位置 有非常非常多都是在中國 對啊 然後不是基隆人 是中國人 對 是中國 然後千篇一律這些文章 都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其實都是追蹤束互動率 沒有很高的粉絲專業這樣 那一看就知道一定是網軍操作嘛 那就覺得很妙啦 今天網軍操作的話 就是謝國良竟然還敢說 這個是反對方就是惡意去公佈他女兒 在佔女兒是不是 對 該說我們還真的沒有 如果我們今天有能力 操作這種網軍的話 我們現在就不用打得這麼辛苦 我們前面二階 我們早就一個月就齊了 有必要等到現在 後面還才沒過 對啊 然後另外一部分 當謝國良在說 就是不要錯及家人的時候 當然第一個我們這些志工 其實現在最擔心的 就是他們的家人 會不會因此受到牽連 因為目前被收出來的 還只是個人的經驗跟數位足跡 對 那他們現在真的就很擔心 會不會影響到家人 或是其他身邊親朋好友 都被挖出來 然後謝國良自己在過去 不斷的發出自己女兒的照片 然後接受訪問提到女兒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 他就說就是不要禍及家人 那我們一定要想想想看 今天到底是消費自己親友的 然後讓自己親友照片公布出來的 到底是誰 我們那些志工 全部都是個人被挖出來 那他的呢 全部都是自己發達 對 然後現在還在就是指責說 你們就是是盜用 然後你們就是侵犯到家人什麼的 我覺得他真的應該要去 好好想清楚 到底為什麼今天會有人質疑 這些農場文 是他們自己下廣告去買的 內容農場的部分 這個家凱 我不知道你有看到嗎 我有看到 你有看到齁 我相信不管是罷免那一方 還是反罷免那一方 所謂的惡衝 或是對家人造成再度的傷害 我們都不支持 那我們希望大家都各自去提告 找出幕後的兇手 你有支持林沛祥說 要賞那個拆糧團體發展嗎 他我有去過 我剛剛特別去查新聞 等於說他那個東西是比喻說 我們要最後用的反罷免行動 給所謂的罷免團體 讓他們知道說什麼叫對的 讓他們安靜一下 那我相信他是一個立委的格局 安靜一下 我們看過那個路頂記 打出去後 打在你身 痛在我心 他其實是一個比喻而已啦 我說那你最後回到對賭的事情 我就把那個門檻拉到 你只要有超過一份 我就請這邊的所有人 喝星星巴克的飲料 我覺得你現在的功力 真的是大增啦 就一萬份就好了 不要什麼兩萬五千份 就我超過一萬份 最後如果有結果出來的話 我就請客 你請定了 我其實就是想請大家喝飲料 禮拜一 禮拜一